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而用 今天要看建筑科学班100这道题 今天要看建筑科学班100这道题 这是一个三角形三边长 现在ABC 那今天呢 要问下面哪些还可以组成三角形三边长 那我们这边呢 可以先做个假设 假设A呢 A大于B大于C 而且呢 当然这边A 适量会小于这个B加C 接下来我们就要检查哪些条件呢 也会有最大的大 接下来我们需要检查 哪些条件也是符合 最大会小于另外两边之合 我们先来看一下选项A 根号A 那是不是会小于根号B加根号C呢 好 那这边我们把它怎么 两边平方 我们两边平方呢 这边是A 那这边是B加C 加上两倍根号BC 好 那这个呢 比这个 所以平方之后呢 这个比较大 我们知道呢 这个式子平方之后呢 的确比较大 所以呢 开方之后呢 根号B加C 根号B加根号C 也会大于根号A 所以选项A是正确的 那要说 要说B不正确呢 我们就找反例 例如说 5 4 3 好 那这时候呢 就变成25 16 跟9 好 那最大呢 刚好等于什么 这两个相加 好 这样子呢 就不符合三角形 那选项C 我们现在来找一下 最大的是谁呢 最大的是这个 二分之A加B 那另外呢 两个小的 这两个小的加起来呢 是二分之A加B加2C 的确两个小边 也大于这个最大边 所以这个C也是正确的 接着选项D 好 那选项D的话呢 很明显 你现在是拿等边的 好 例如说333 好 那这样子呢 会得到是000 所以这样子呢 就不符合 那对于这个选项E呢 也是不可能 我们也尝试构造反例 例如构造这个552 好 那552的话呢 5加5减2 这边最短 5加5减2 这边最大边是4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小的部分 刚好是那个 2加5减5除2 所以呢 这边是1 这边是1 那411呢 大的大于两个小的相加 所以这个不符合 因此这体的答案 就只有A跟C 好 所以呢 要论证它是一个 要论证它是三角形 要检查两边之合 大于第三边 那如果要说它不是呢 就找个例子 来说明它是错的 其他的 确认证它是一个 tremendous